目前在地球上面所发现的矿物有高达5300多种 可是可以被称作是宝石或者是被解释为宝石的种类不到300种 那在市场上面常被应用来当作珠宝首饰的主食 或者是配食的宝石种类也只有20种到30种左右 那这些宝石可能有些宝石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宝石的家族 那什么是宝石的家族 那宝石的家族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说有一些宝石可能因为有特殊的颜色 或者是比较稀有的颜色 或者是具有一些特殊的光学效应 诸如此类等等的一些因素 而在市场上面有一些自己的商业名称 那这些宝石它可能同时跟某一些宝石 具有相同的一些化学成分所组成的宝石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是红宝石 蓝宝石跟Paparacha 那这些宝石都是由三氧化二铝所组成的一个结晶体的一个宝石 那这些具有同样一种化学成分所组合而成的这些宝石 就会被归纳在同一个宝石的种类里面 那像这种就是称为宝石的家族 所以最常见的宝石家族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钢玉家族 那钢玉家族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红宝石 蓝宝石 还有一种我一直提到的Paparacha Paparacha是什么 就是同时具有粉色跟橙色的蓝宝石 或者是粉橙色的钢玉 那这种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商业名称叫做Paparacha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宗教意义的名称叫莲花钢玉 那还有紫色的蓝宝石 粉色的蓝宝石 黄色的蓝宝石 跟绿色的蓝宝石 跟无色的蓝宝石 那这种蓝宝石